我們剛才長燈你們提的有點久 多久多久 我不曉得多久 一秒叫九 兩秒叫九 還是三秒叫九 民眾一男一女深夜在馬路上 和園警大聲爭吵 因為他們經過閃燈路口 卻被攔查 相當不滿 不及一次的 太多次了 我們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我還跟你說 如果你有問題 我調監視器給你看 那請你現在來派出所 好不好 我還要上班 你又什麼 請我去派出所 開車的婦人越說越氣 機動與園警理論 我們已經違規了嗎 我們辦法了嗎 我們喝酒了嗎 我跟你說 未遇緊急狀況 臨時停入路中 你說緊急狀況 麻煩你講清楚 事發在彰化市中華西路 與京華街路口 號制是閃紅燈 園警懷疑他們停在路中 相當可疑 但婦人認為 他們只是正常經過閃燈路口 暫停查看來車 又繼續往前 自認沒有問題 他們是依照那個 侵入 我是覺得合理 依照經驗法則 認為該部車輛已過停止線 乃停在路中 盤查身份後 沒有其他刑事犯罪 疑慮 是警方寧可錯殺 不可放過嗎 民眾經過閃燈路口 停車再開沒問題 但停下來幾秒鐘 才不算有疑慮 藍庭標準又在哪 算不算執法過當 引起民眾討論 記者程師媒 楊生王山涵 彰化採訪報導 女生命運動 愛 倫恆 愛 愛 E 愛 愛 by bwd6